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民进党做好了应战准备 今天傍晚反货权宣讲第一站 锁定花莲开奖 而行政院现在有备案 格魁卓龙泰赴国会备权的时候表示 如果复议案失败 行政院会采取进一步的宪政救济办法 而他也强调 虽千万人无往已 复议的结果 如果不是朝我乐观的想象当中的话 宪政的设计上 还是有再下去的 这个救济的方式 穷尽一切的可能 维护人民的权益 虽千万人无往已 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为复议案没过 做好最坏打算了吗 行政院长卓龙泰 也没说出口的那两个字 行政院可望提示线 拉长阵线 因为宴签的复议案破载眉睫 很显然他一定不会过 我现在心里的准备是 复议案表决会过 这个院长 您跟我的政治判断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比较乐观 我相信人类有高尚的心灵 我也是正义的化身 应战复议 民进党周末启动宣讲战 首发场指导 国民党团总招 傅昆琪的选区花莲 这个民主就是需要被讨论 讨论才知道这些课题 有没有影响到人民的权益 所以今天特别到花莲 是希望首场的宣讲 能够让花莲的乡亲 也能够明白 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上任后首战 连办七场反扩全宣讲 对民众党主席 柯问哲下暂帖 办电视辩论 不以为然 柯问哲说这样的话 有点非以所思 直接的民主 其实就在村里 在街道 然后在庙口 柯问哲讲说 不如电视辩论 那如果是要电视辩论 就表示说这些法案 其实是需要再被讨论的 不是吗 党秘书长下乡沟通民意 同时民进党立员党团 尝试策反蓝白 却被给了软钉子 我们希望蓝白 能够有人 能够向宪法 以及民意 来起义来归 希望民进党 能够有六君子 能够到我们这边来 负议案投票日 倒数蓝绿白 论述交锋 尽力争取民意 这里是刘传文 陈敬叶 台北华联 总的报道 比较负议案 我们下期待